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众日常会收到来源不明的网图或讯息 有时候是时事与生活相关 有些是好笑的图片 让您迫不及待想要分享 但如果您不知道这些讯息的真谓就转传 小心这个动作很可能就会触发必须罚钱 中家宽屏万象有线电视公司 来到文山区景东里向民众宣导 网络传播充实人类知识生活 却夹杂虚假与不实资讯 身为阅听者都必须好好当个监督者 恶阻假消息继续被转传 我觉得说从这几段的短视频中间 可以分明别类的知道 就是说新闻的事实真相 或者是真假的内容 那经过自己的盛世明辩 即使有疑问的话 可以查这个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由这个里面来帮我们分辨这个新闻的真假 这个我想是今天来听这个课最大的一个帮助 那平常我们自己在LINE手机上面 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那个消息 这方面也有有真有假 必须要自己要甚思迷辩 但是最好就是说你自己看了就好 但是也不需要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东西 你去反驳它或者是转传给别人 我觉得这个是杜绝这个真假新闻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办法 就学到那个不要被人家骗 最好是你们每次都来跟我们上课 让我们这个这些人被骗 聪明的长辈们跟上年轻人节奏 结合网路便利生活 再透过增强媒体试读观念 就不会被假讯息牵着鼻子走 我想非常感谢 我们还向中家电视台来 这边帮我们的领域做一些宣导跟教育 提升他们对一些咨询的认知 这个是非常有帮助 因为很多老人家其实他们了解 这个大家传来传去这些讯息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们很难判断 有时候常会传给我们 问我们说这个是真讯息假讯息 其实由你们来教他们 是让他们有更清楚认识说 怎么去判断这些讯息的真假 避免被这些有心诈骗集团给误导或者诈骗了 因为老人家他现在他没有生产能力 他只有把他的老本守住 那怎么样让他可以好好的安详晚年 其实这个就是相对非常重要的一个 守住他的老本 让他好好的养老 可以得到一个适当的一个享受 他生活的一个品质 很重要的一个资本 我们也希望说 日后能够多一些类似这样的课程去 教导更多不同的民众 或者说一些社区 甚至一些上班族的一些族群 让他们也能够怎么去判读资讯 避免一些误传的这个不必要的困扰 活动现场民众反应热烈 提问声讨论声此起彼落 直到最后人意犹未尽 留下来分享自己生活中遇到的诈骗 假讯息案例 并从当日课程学习 未来碰到类似情况就能从容应对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聪明是独 警动民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